大家好 我是老人與狗狗 唉唉唉 你有領薪的你知不知道 老人咧 今天炸什麼咧 很特別的喔 網友留言留最多叫老人炸的東西 石斑魚 今天跟小幫手去東港 我們拜託了一位 莊大哥 大家可以去他們的那個攤位看一下 他們的魚貨都蠻新鮮的 他說價位比較高 有優惠一點給我們 因為正常一斤好像就三百三 這一條有幾斤 二十斤 老人咧 蠻想看這一條石斑魚有多大 小幫手跟我想說這一條 比較胖 比較短 我們上一集是炸比較長的 我們這次炸的是比較短的 聽說這個 肥美的會比較好吃 可是不容易熟 開箱講那麼久了 網友可能會按 他們不要這樣滑掉 開箱了 哇 哇 都是冰塊 哇 它鳞片也沒有打喔 然後只有幫我們去內臟跟塞而已 因為老人也跟他交代說 鳞片不要炸 等一下下去炸的時候呢 整條下去炸 我們也不加調味料 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太大了啦 我怎麼抬得起來 咪咪跟都還在幫忙喔 網美是這樣子 看看鏡頭就可以了 要幫忙啊 不是幫忙吃喔 幫忙抬起來 還是老人改天下去 自己釣一條嗎 老闆說 因為前陣子整個都是颱風天 然後很多東港養殖的石斑 都流出去了 這條會不會流出去了 老闆是說這個是從外海抓的 野生的喔 所以他很有可能 這個是從東港自己流出去了 喔 哎呀 那老人自己去釣就好啦 有機會老人自己釣 我要釣就這個超快要拿了 挑戰100斤 來…老人先把它抬起來 給各位看一下 練一下伯伯 喔 喔 好大喔 唉唷 老看這個 唉唷 唉唷 不可以從前面 牙齒是尖的耶 大頭 大頭 下衣不用愁 唉唷 要放下來了 這太重了 哇 真的 我們差不多20斤喔 喔 這邊有孔耶 是不是從這邊釣到的 喔 牠的呼吸孔吧 喔 這鼻孔 哈哈哈哈 好 老人現在呢 就準備來炸了 開炸 我被資源有沒有炸過魚 黑鮪魚啊 喔 對喔 黑鮪魚是 我說整條的 黑鮪魚是有 喔 還沒有這麼完整的啦 對對對 這是完整的喔 第一次 好 咧咧 蛋糕是多少 這個差不多130 110 所以你這是要用地溫先開始炸它 因為它背部那邊肉比較多 太高溫我怕外面都焦了 裡面還沒熟 我們現在就先開炸 我慢慢下好不好 手先下好了 影片應該熟了吧 我看小蝦 嗯 不大提是不是 可以了 這個人不用壓了 它全部都有炸到的 老人拿起來 炸一下魚巴好了 這個魚鱗像很漂亮 各位 好漂亮耶 哇 我以為它的魚鱗會整變整變 怎麼是變尖的了呢 最起碼我們這個油呢 炸過之後呢 去回收 價位很高 譬如說一桶油是700塊的話 他們回縮在製造 他們是收一半價回去 所以說我們這個油呢 不會說很浪費 老人家開店嘛 炸雞嘛 是每天要換油啊 所以說我們那個油是有回收的 而且我們量比較大 價碼可以跟它談 所以說網友你放心 這個油我們是不會 不會忽然大自然的 各位 你看這個魚有沒有新鮮 你看這個色澤就知道了 黃層層的 如果這個不新鮮的話 炸出來的油會變甜耶 而且我們沒有用油炸粉 炸起來就那麼香 也沒有什麼加什麼調味料啦 都沒有醃漬過的 我們是醃漬也不會 如果味道不夠 我們另外 沾製的焦粉也可以 辣味也可以 退酒也可以 喔 退高粱 這不太平衡 搓是滿好球 應該有熟的 因為中間有骨頭 插不過去 老人 關火 把泥包起來 可以了 我們起剝了 老人有練過的話 再幾分一點 漂亮 炸好了 太漂亮了 我知道整條炸出來那麼漂亮 好 我們準備來吃吃吃 嚇到我 快點 你們咬到我了 咬到我了 一毛下去了 整條都是你的 整條都是你的 一毛說怎麼了 怎麼了 眼睛小白都嚇到了 原本 這是怎麼回事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知道我剛才一直看這裡 這裡是密集恐懼症的人 絕對不能看的地方 對啊 這裡說不行啊 這個話 所以你們這一根一根 是為什麼會炸出來 鱗片啊 這是鱗片喔 對 鱗片可以吃啊 誰說鱗片可以吃的 鱗片可以吃的 你們不吃的膠原蛋白這個愛 誰說魚鱗可以吃的 我說的 你說的魚鱗可以吃 是人家做膠原蛋白 對… 問題是你會把它做成膠原蛋白嗎 這樣炸過之後就變膠原蛋白 等一下老人是吃就吃好了 你看 薏毛在那邊等待 欸 整個都是鱗 薏毛好可憐 好入末的背影 好可憐 好像在搞自閉的貓 薏毛你在幹嘛 本人想要吃這一條魚的 一樣 我先幫我老爸服務 麻煩 來 各位 我們很少看到一條魚 可以直接這樣子把皮掀下來 為了我爸我特地有去練那個 鑊魚肉 有沒有熟啊 你問這句話問出來 我就不失辭了 光這樣夾就知道 這是紮實的 來來 盤子在這裡 啊 你還不行吃 我先吃原味 先不沾 吃石斑就是要吃它那個 豬腿跟咬筋 各位 這種有沒有 酥酥的地方 牛腿白痴 老人這一口 蘸一點胡椒液 你看看 黑口酒 它就是多汁 然後吃起來又緊實 它其實吃起來有點像 牛肉很嫩的那一種 很 哇哦 會不會掉啊 會不會掉啊 會不會掉 哦 有練過喔 橘心會不會很重嗎 不會 對 但老人吃一個鱗片好不好 欸 怎麼那麼香啊 這一塊肉是最好吃的 各位 砂鍋魚頭第二集 都難了喔 再把一次 而且這一隻比上一隻貴 沒有 這一隻喔 砂鍋魚頭整條的 整條的 這個好像可以喔 可以整隻砂鍋魚頭 有沒有 你要砂給這一隻 這個啊 這邊肉最好吃 我爸聰明 魚下巴的地方 各位 我跟你介紹一下 這個魚下巴的地方 來來來來來 哇 太香了 因為你是用炸的 所以它 可以不要打斷我 這個好像雞胸肉耶 欸 請不要這樣子貶低魚的 這個落差有點大 對 這個價格的落差 那你的食物要怎麼樣 吃起來有點像鴨胸 沒有 鴨胸比較貴 還是吃起來像龍蝦肉 也有點像 嗯 超好吃的 我跟你說 這塊不好夾 那塊好可怕 我也對 一個好劇情 超級密集 來 牛奶吃 你看這邊的油 噴出來了 哇嗚 這雞就一直哇嗚 哇嗚 再摘 哇嗚 哇嗚 這個就是 哇嗚 哇嗚 我剛才發現有一個肉 它藏在魚皮下面 這邊 喔 自己的超嫩耶 喔 那個最好 這魚皮最好吃 而且這魚皮加魚鱗的話 更好吃 香脆油膩 油膩不是好的形容 人家都是香脆油而不膩 有 不是香脆油膩 細毛在那邊亂了 怎麼辦 他說吃不到 只要拿那個黑炭的耳機重啟 你看 還有他的腳 欸你的腳在被刷了 等一下他有刷壞了 哎呦哎呦 哎呦 煮了是不是不會賠了喔 我跟 我不認識他隻貓喔 我爸 我跟他這樣子打嗝 各位 我們這個魚呢 頭 中間 魚巴沒有吃到 老人先吃一下魚巴 頭吃過 中間也吃過 魚巴一定不可換骨 哇 老人感覺是魚巴 你知道嗎 這炸的呢 太成功了 網友如果喜歡看老人炸什麼東西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水裡面游的 路上跑的也不要太大 太大的話還是沒辦法 像牛啊 之類的 有點太大了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訂閱我們YouTube喔 來 明明跟早安菜來 跟我們說拜拜 來啦 欸欸 早安菜最近比較乖 來 我們在這邊抬腳了啦 掰掰 太完美了 就是你嘴 哇 太飽了 我吃這個很醜 不是看到飽 就是吃到飽